现代的宗教 佛教是强到足够面对任何向宗教挑战的现代观点 佛教对古代和现代思潮都有很大的贡献 它的因果法则教义 它的原始论 它的感官论 它是实用主义 它的强调道德 它对任何永久灵魂的不信 它不认为爱力对羞耻有关 它否定不必要的一切仪式 和宗教上的仪轨 它是要求理性和经验 它和现代科学的发现不谋而合 这些都建立了它卓越的现代性 佛教能够结合理性宗教所需要的所有必要条件 它将适合未来世界所需求的 它是如此地科学 如此地理性 如此地进步 以至于现代世界中 一个人将能以自称佛教徒而感到荣耀 事实上 佛教比科学更科学 比社会主义更社会主义 比一切进步的东西更进步 在所有伟大宗教的创造者之中 唯有佛陀鼓励他的信徒们 去审查人心精神方面 佛陀鼓励他们 佛陀鼓励他们 不要以盲目信仰 去接收佛陀的教义 所以说佛教是现代化的宗教 是一点都不夸张的 佛教是一个完全尽心 是一种实际生活 和彻底思想的内在自我文化 它还不紧于此 它还是一种科学的教育方法 这个宗教 也是最能够在任何危机中 恢复我们内心平静 和帮助我们沉静地面对任何将来的变化 没有感官上的感受 我们能够活下去吗 如果不信不扭的生命 一个人能够有道德心吗 如果不常常去神学院 一个人能够趋向正直的生活吗 是的 这些都是佛教所要回答的问题 这些目标 可以透过知识 和内心的淨化来达成 知识是更上一层楼的锁石 而正化 则能带来沉静和和平 使人对现象界的风暴 无动于衷 佛教是一个适合现代科学的宗教 它的光明 从自然 科学 历史 人类的经验 从宇宙任何一方面 都能够辐射出佛陀崇高的教义 自然之间的故事 对于这些学生的经验 从小学生的学生 未经验 从小学生的身体 从小学生的身体 感谢观看